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的也很快 我真是买得好 缺点大概是刷头太大 对小指头不太善意 第一个颜色我很满意 然而 第二个色就遇到了可怕又吞的浅粉色 里面还有若隐若现的细闪 此刻的我还不知道后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一层也还好 水水润润的 虽然这个细闪很明 像灰尘一样 这个颜色怎么好意思叫火龙果 火龙果不该是第一个颜色吗 擦好之后 巨鲜黑 有那种不会打扮硬要涂粉色指甲油女学生的感觉 丑得我的新甲型都救不回来 我本以为翻车只是偶尔 没想到下一个更死亡 这个颜色版完美的还原了Tifani色 真就是标准的松石绿色 也是真的超级无敌巨显黑 这时候的我隐约已经感觉到了不对 这个系列的饱和度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说一 奶油质感真的顺滑好涂 压根不需要再来一层顶中 什么绿色浆果能绿成Tifani色 好了 到这里我确定我翻车了 这个饱和度巨高的橘红 显黑到心惊胆战 肉眼看指甲简直是红色小灯 后期调色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眼睛要闪瞎了 而且你怎么好意思叫百香果啊 但是这个系列的饱和度真的好 一层和两层几乎没差 看久了也越来越顺耀 不会有比它含荧光的颜色了吧 然而我错了 荧光粉出现了 我心中的最可怕荧光色第一 名字还叫粉桃 谁家桃子这个颜色你敢吃 啊我的眼睛 真的饱和度太高太高了 对不起这里沾了毛毛 但我拍的时候没有看到 因为我的假面饱和度太高了 我眼睛疼 还能怎么滴 于是我渐渐服了 自己买的指甲油哭着也要涂完 但最后一个蓝色 我可以 作为苏旧的蓝家份 这不就是我理想中的宝蓝色吗 六个颜色最喜欢开头和结尾 大家喜欢这期试色吗 是种草还是扫雷呢 这期视频点赞过一千 我就用这套荧光色做款式 谢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哦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就会不会有点赞评论关注我